浩門八點檔,港星一直在 大家好,這女士立平如冤 三三年前,香港女星劉嘉玲遭遇驚心動魄的綁架 當晚,她衣服不整地出現在曾治偉家 整個人一不成星,這場綁架不僅改變了她的人生 也影響了她多年的婚姻 她的男友梁朝偉陪伴左右終於讓她走出陰影 但多年後,一本雜誌曝光了她的私密照 徹底擊垮了她 明星們集體抗議,劉嘉玲也勇敢站出來自我維權 然而,她與梁朝偉婚後至今無二無女 究竟,當年那三個小時,她遭遇了何等可怕的遭遇 劉嘉玲作為香港著名女演員,在電影院中數一數二 雖然她在娛樂圈運的風生水起 但仍然難逃被綁架的命運 劉嘉玲和朋友約好去朋友家玩 她在半路被不法分子綁架了 綁匪的要求很簡單,只要前 劉嘉玲的朋友和助理趕緊準備了前 按綁匪要求辦事,希望能平安救人 三個小時後,劉嘉玲才被釋放 但已是披頭散發 衣衫不整,朋友勸她報警 但她堅決不同意,只想忘記這段痛苦記憶 當時的劉嘉玲情緒極不穩定 朋友們不敢過問,只能暫時先放下報警的打算 然而,劉嘉玲的男友 劉嘉玲得知這個消息後 立刻驅車在城裡尋找劉嘉玲,生怕她出事 劉嘉玲趕過去,見劉嘉玲神情仿佛 用外套將她裹起,輕聲安慰 劉嘉玲見到熟悉的人,這才崩潰大哭起來 警察來造不錄時,劉嘉玲握著劉嘉玲的手表示支持 劉嘉玲說遭遇搶劫,被爬衣服拍照 其他問題一概搖頭否認 梁朝偉要求警察不要再刺激她 這件事就這樣了結 說到底劉嘉玲遭受如此經歷和麻將脫不了干係 劉嘉玲是一個麻將愛好者 他的家中甚至專門截立了麻將室 平時有空就和朋友聚在一起打麻將消遣時光 他的丈夫梁朝偉因工作經常愛出 劉嘉玲一個人在家時 就更依賴麻將這項娛樂活動打發時間 有一天深夜,劉嘉玲正覺得無聊 這時他的好友曾志偉發來信息 邀請他一起打麻將,劉嘉玲因然同意了 考慮到夜晚女生愛出不太安全 曾志偉體貼地提出可以派車來接劉嘉玲 但劉嘉玲認為開自己的車更方便快捷 這樣也不用麻煩別人 劉嘉玲輕高采烈地準備出門 在家中挑選了最滿意的麻將台和麻將牌 他對這次難得的夜間麻將樂趣滿懷期待 然而,當劉嘉玲開車上路後 他發現一兩可疑的車子一直跟蹤自己 劉嘉玲起初以為是巧合 加快車速想擺脫 但那輛車依然緊隨其後 劉嘉玲意識到事態嚴重想打電話求助 卻在此時不慎將手機吊在了車內的地板上 無法檢棄手機的他只能繼續開車 希望能盡快擺脫跟蹤者 當劉嘉玲快要到達曾志偉家時 他從了一口氣 卻在轉彎處被跟蹤車輛的大燈刺眼了雙眼 轉彎不及時車頭直接撞上了路邊的欄 這時跟蹤他的車也停了下來 三個高大威猛的男人走了出來 受傷的劉嘉玲說沒來得及反應 就被強行拖出車外 帶到一柱廢棄的建築外 劉嘉玲求搖並提供所有的財物 希望對方能夠放過他 但這些暴徒絲毫不吃這一套 反而將劉嘉玲嘔打了兩巴掌 三個小時候失魂落魄的劉嘉玲終於回到了家 曾志偉早就報了警 還親自開車在附近搜尋 他在三叉路口發現劉嘉玲撞毀的車 卻不見人影只能打電話通知劉嘉玲的丈夫梁朝偉 整個城市都在尋找劉嘉玲的下落 這一夜劉嘉玲遭遇了什麼? 只有他自己清楚 他並不想向親友傾述那些悲慘遭遇 所有人也都看貼地沒有過多追問社會可憐的受害者 如果不是對《麻將遊戲》的意外 劉嘉玲也不會再深夜獨自外出 受到歹徒的傷害 這件事在當時沒有擴散開來 但十年後 劉嘉玲的照片被曝光 他這才公開當年被綁架的慘痛經歷 原來綁匪不僅搶走他的財物 還對他施暴侮 留下終身陰影 當年劉嘉玲被綁架拍照 對他造成了巨大的精神創傷 他不敢出門 甚至在家中打造多個衛生間 要求梁朝偉不能使用他的專用廁所 在梁朝偉的呵護下 劉嘉玲的精神狀態才稍有好轉 沒想到十二年後 這張照片突然被曝光 劉嘉玲再次陷入恐懼中無法自拔 漢島報導的劉嘉玲貧臨崩潰 他甚至想通過自殺結束這場惡夢 正是梁朝偉的那番話 讓他明白不能屈服於惡勢力 為了制止無量媒體 劉嘉玲不惜採取行動 娛樂圈的很多著名影星 包括劉德華、張過榮、梅艷芳等 也都為劉嘉玲感到不公 多人一起組成了一個抗議隊伍 來批判東周刊的行為 所以這個周刊也要為自己所做的事負責 最終被停刊 刊內的多名攝氏的高管被設職 當年綁架劉嘉玲的匪徒也被承之以罰 真是大快人心 後來此事也驚動了陳惠敏 陳惠敏非常同情劉嘉玲 就決定幫他一把 陳惠敏當時認識這些黑社會的老大 就順利的拿回了相片 並警告他們不要再做一些禍害劉嘉玲的事 這件事轟動一時 連香港政府也不得不出面干預 在各方壓力下 東周刊主編才透露照片的來源 原來當年犯罪分子非法獲取照片後 多年來一直流傳 交易中被東周刊利用牟利 無辜的劉嘉玲在綁匪與布舍的雙重傷害下飽受折磨 好在即使遭遇劫難 劉嘉玲也沒有被惡劣環境打倒 在朋友與愛人支持下 他不但重新振作 且成為更加陽光樂觀的人 劉嘉玲常年參與各類公益活動 長期資助孤兒院與晚年院 自治以求幫助他人走出生活困境 他的經歷成為勇敢面對黑暗 用愛心照亮他人的典範 如今 劉嘉玲與梁兆偉已經報入婚姻17年 雖然他們至今沒有孩子 但兩人的感情依然甜蜜親蜜 劉嘉玲稱 梁兆偉是他最堅強的後盾 讓他有力量重新面對人生 面對外界各種猜測 兩人早已釋懷 他們表示當初的噩夢讓梁兆偉擔心 會再次發生意外 所以兩人最終放棄了要孩子的想法 不過 夫妻倆現在過得很幸福 互相扶持 一起投身公益 也幫助他人擁有美好人生 演員當中 除了劉嘉玲遭遇綁架以外 還有一位演員若虎也遭遇過同樣的經歷 當時也是引起了很大的轟動 2004年2月3日凌晨 袁若虎和幾個朋友在北京某酒吧聚會到深夜 袁若虎因為工作疲敗 喝了不少酒精 當他涼涼悄悄地走到自己的保馬車旁時 突然被幾名男子包圍控制 這幾名男子自稱是警察 聲稱袁若虎的車涉嫌肖師徒日 要他跟去一趟派出所 然而走醒之後的袁若虎立刻意識到不對 因為他當晚根本沒有開車 他試圖撥打邀邀靈報警 卻被男子奪走了手機 一名男子更是當著袁若虎的面上堂 凌笑著道 我們不是警察 這是綁架 便妄想逃跑 雪原便強行將吳若虎塞入一兩車內 蒙上他的眼睛開車離去 赤開了約一個小時後 吳若虎被帶進一個破舊農家的軟落淚 這裏已經有另一個被綁男子 似乎也是綁匪的目標 綁匪認出吳若虎經常在電視劇中出現警察角色 為防他逃跑 突然在他身上前上了九條不同的鎖鏈 之後 綁匪當著吳若虎的面威脅要害另一名被綁男子 目的就是給吳若虎一個下馬威 儘管處境艱難 吳若虎橫視切花說服 綁匪暫時不要殺人 並承諾會支付高達兩百萬的贖金 但必須連那名男子一起釋放 隨後幾天 吳若虎意識到 適變自己付錢 綁匪也未必會放過兩人的性命 憑借豐富的演技和口才 憑若虎不斷與綁匪交流 希望能喚醒他們最後的良知 與此同時 憑若虎的經紀人在他失蹤後立即報了警 警方通過調查監控和詢問目擊者 很快鎖定了幾名犯罪嫌疑人的身份 在追蹤調查數日後 警方成功找到了綁匪的藏身之處 就在綁匪準備處決兩名被綁者時 特集隊伍及時趕到 將吳若虎和另一男子救出 借喜綁架案給吳若虎的生活 帶來了巨大陰影 多年來他不敢出門 也不敢面對陌生人 總是覺得綁匪還在身邊 2015年有導演計劃 根據借喜真實案件拍攝電影《解救吳先生》 在多次勸說下 吳若虎終於同意在片中出現當年救自己的刑警 通過扮演救贖自己的角色 吳若虎終於走出了創傷 將這段經歷作為人生中一個重要的轉捩點 梁朝偉和劉嘉玲的故事充滿了悲歡離合 他們經歷了綁架與創傷 卻依然選擇雙手一生 然而丁克一生的生活方式 引發了外界無數猜測 他們之間是否存在不能言說的隱情 這個迷有一天終將水落寫出 我們更應關注的是 一個幸福美門的家庭需要什麼 又不需要什麼劉嘉玲和梁朝偉的故事 也許正啟發著無數普通人思考家庭與愛情的真大 好了今天的視頻就到這裏了 歡迎在評論區留言評論 請多多訂閱和關注 我會持續為你帶來更多精彩內容 5 5 5 感谢观看